我們這段時間都會講輕鬆得性 就是整個生命如何處理 以及如何輔導別人 因為你能處理自己就會幫助別人 而很多時候輔導的困難 第一就是在自己能否感受人的痛苦 人的重擔 然後能夠去回應他的需要 亦都能夠有智慧去如何帶領他 智慧就會在輕鬆得性和神的話語裡來 輕鬆得性是一個整體處理生命 以及發揮生命的一個教導 會幫助大家 首先如何處理所有內心裏面 所有不同的負面思想、負面情緒 所有被人影響的地方都處理 讓你的心靈每天都能夠在一個輕鬆起落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學習這個輔導 但首先我會講講這個輔導方面重溫一下 簡單的重溫其實是我們講過一次的 但現在會重溫一下 其中輔導最難的一件事 我就是在這張幻燈那裡顯示出來 就是怎樣留意到受助者的感受 以及感受到他的感受呢 第一就是聆聽的時候 你想像你自己是對方 如果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如果我是他的時候會怎樣 我有什麼感受呢 就不要包括自己處事的能力 譬如說你處事能力都很好的 那那個人呢 被人罵了一下 然後就很辛苦很辛苦了 那你說在外面講了什麼所謂 被人罵了一下 我都經常被人罵了 都沒有問題了 即是我們可能已經處理得很熟練 那我們不要用自己的標準 是用他的標準 感受他的感受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有同理心 這裡有兩個人在 一個就是揭示或者分享 即是說出他裡面的發生什麼事 他的感受 我們聽的時候要盡量去留意 他每一個的重點字 或者說出他的情況 他的需要和他的感覺 然後另一個人就聆聽了 這兩個部分 這兩個圓圈不是完全在一起 為什麼不是完全在一起呢 事實上 我們每一個人聆聽 都不能夠完全進入他的狀態 我們每一個人聆聽 總是有我們自己的世界 又未能夠完全感受到他的世界 又未能夠完全認同他 或者是 不是認同的 不是好像覺得他是對的意思 即是認同他這樣的情況 他會有這種感受 或者是感受到他裡面的那種傷痛 是不會完全一樣的 然後中間那邊就是 這個是我在網上拿回來的圖畫 講到同意心 他就講到中間 就是重疊的地方 就是understanding 就是明白和體會 他就明白 我就加上體會 不只是明白 是體會到 感受到 對方有的傷痛 有的痛苦 這件事是需要學習的 稍後我們在小組都會學習操練 亦都大家在平日生活經常去做 當你做慣了 你將來幫人的時候 你就能夠更快去幫到人 在輔導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部分是讓他感受被接納 在他被接納 很少找父母的 因為如果說給父母聽 父母當然會說 我都叫你不要跟他拍拖 你跟他拍拖 當然是這樣的收場 已經老祖說了給你聽 那你自己拿苦來生 那兒子也聽完了 他就覺得 我早知道我不告訴你 那你告訴我我錯了 因為有時我們很容易會做一個教導者 一個憤怒者 於是就不告訴他 他聽的時候 他就覺得 又要聽一幫訓話 我已經不想聽了 還要再聽多些訓話 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多數都不會聽的 但如果我們感受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或者問他的感受 而感受到認同 回應他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被接納了 這是第一部份接納 但是父母不是只能接納的 如果你只能接納 哎呀好淒涼 哎呀我知道你很慘 哎呀真是很痛苦 那你一直痛苦下去 那不是永遠的 這個是 但你的心態 一直都是這個心態 就是我知道你辛苦 我感受到你的辛苦 我知道你的困難 然後跟他找出那個困難的地方 去找出那個困難的地方 問題在哪裡 然後跟他一起去找一個處理方法 這個就是簡單說出 輔導的過程是什麼 但是一定有一個部份 就是有這個同理心 明白和體會 而這個部份 就不是只是在開始的 一直都有的 我都可以說 人人在這方面是很困難的 而在處理事情 也有很多事情 我們又缺乏智慧 如何去幫助他處理 以及讓他一起去找答案 不是教他怎麼做 為什麼不要教他怎麼做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些人 哎呦好煩啊 跟著旁邊說 他去祈禱吧 交道給神 就沒事了 那人聽完 我也知道 你不用說 我老早知道 但你講完他未必會做得到 但是你跟他一起去想 為什麼在仇很難交託呢 為什麼會這麼煩惱呢 問題在哪裡呢 跟他思想的時候 他講出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困難 講出這個仇 然後既然有這個困難 我怎麼去找解決方法呢 就是人的腦 是經歷過思想過 然後他才能夠 懂得找處理的方法 他找到處理方法 他就會記得的 如果這樣告訴他 很多時候人是未必會即時會記得 或者應用得到的 好 現在我只是很簡單地說到 一些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我們上次都說過的 但是這個重溫 第一就是千萬不要令對方難受 所以在少了時候留意 不要令對方難受 亦都不要輕看他的感覺 不要比較 還有輔導者的情緒 不要給他影響 就是說他的感覺是非常 寶貴是重要的 很特別的就是 在生命策 神都沒有輕看我們的感覺 這是很特別的 神就沒有說 他老早就不應該這樣做 這個是 以斯拉和王全徒上到天堂 都是這樣 有些情況是他們做錯事 如果大家當時不在 你上網可以看 可以看以斯拉的見證 他上到天堂 看到這個生命策 寫了神的感覺 神就並沒有說 我老早已經提他 我已經說了他 他又不聽我的話 所以就有這個下場 神不是這樣說 神只是說到他感受到 他們的憂傷 我們和任父道都是一樣的 還有呢 有些人只關心沒有引渡 這個又是錯誤 或者是用一些錯誤的引渡 這很多時候有些人都會有的 譬如那個人說一件事 是呀這個人這麼壞 真是罵死他 真是應該 不要理會他 這個錯誤的引渡 不合乎聖經的引渡 或者讀白色的教導 在第八 超越了輔導的界限 就是令到對方依賴對方 依賴自己也是一個錯誤的 而我們就不要有指控 標籤或者令人尷尬 譬如有個人傷心 標籤可以說 你又有情緒快 又失控 又沒有理智 你這個人有什麼用 那時候就標籤了 即是給他一個名字 我們就不要給他這些名字 即是無論那個人做了什麼錯誤 我們都留意我們的評語 不要多加一些 即是說他怎樣不好的 這些說話是指控 或者是標籤 你不熟靈 沒有人不喜歡你 你不行 這些都是一些標籤來的 而且不要令人有失敗感 在輔導的時候 他失敗 他就不能夠扶持氣 我們一定是令他覺得被接納 就算他怎樣失敗 如果讓他覺得越來越不開心 他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教導兒女都一樣 就算是一個很弱的狀況 如果令他經常都覺得 你這樣做 即將來做黑衣 三個叉燒得好過生理 他聽完後 他不會真的做好的 但如果欣賞他 有那麼多好的東西 他就會有一個動力 亦在夫妻關係也一樣 或者任何人際關係 不要用自己的做人方式 套在人身上 即是我們有我們的看法 我們是用神的方法 用一個能夠幫到更多人的方法 即是會問那個人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去問他 不要忽略他的感受 不要指控 不接受 或者不回應 即是好像他說完 他怎樣傷心 我們又不回應 這就是沒有回應 不要因為他而受影響 不要說煩惱 或者擔住重擔 發生氣 有些人都問我 他說 你看見那麼多人 那你豈不是會很重 事實上我在輔導的時候 我沒有可能 真的每一個人 即他的重擔 我都背著 但另一方面 我又會感受他的感受 感受他的感受 而不給他影響 這件事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如果我沒有感受他感受 他說完他的話 我講完又完全沒有感覺的時候 他又覺得我沒有認同他 如果他發生的事 我聽完之後 又睡不到覺 好像他這樣 真是慘了 真是很辛苦 那時候 如果我是一個這樣見 逐個逐個見 那時候 我就很快就有精神問題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 作為輔導者必然要學習的 很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千萬不要傷害他 每一句話都想一想 不單是輔導的 普通話聊天也是一樣 普通話聊天也是一樣 就是小心我們的說話 不要傷害人 因為一句說話 他可以留下很深刻的傷害 還有不要傳開一些秘密 一定是保守秘密 譬如在小組裡 分享一些人的東西的時候 都不要將它傳開 那輔導者要留意 就是我們自己要聖策 我們的性格 價值觀 態度和同神關係 輔導的人必定他自己 一直成長有這個智慧 才能夠輔導人的 必定是要自己一路成長的 一生都要輔導自己的 還有盡量了解受助者 不要假設 不要當他 他失戀一定是傷心的 有些人失戀可以是很開心的 很鬆的 有些人離婚都可以很開心的 是在乎他怎樣看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他的 對於受助者的尊重 以及兼顧他的情緒 思想行為和靈性 這裏講到那個程序了 第一就是建立和他的關係 就是接立 關心他 這是第一 第一部份 然後就是聆聽 留心聽甚麼呢 一起講幾個黃色詞 內容 表達的方式和情緒 重點的話 身體語言 對方的行動 就不要聽 但是不要批判 但是我要分辨 甚麼叫分辨呢 就是分辨他到底 他在講甚麼 他講內心 也講他的思想 他是講思想 和他的感覺是不同的 我們要分清他 是講甚麼 聆聽的時候 你也是接立他的軟弱 就是說雖然他做得很差 譬如他又離婚 譬如他又有很多問題 家庭問題 我們都接立他 他在這個情況是辛苦的 我們都處理自己的情緒 在輔導的時候 這裡就是分析了 就是說我們 知道他在分享事情的一個感受 他在分享事情的一個感受 他的感受是甚麼呢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分析 知道他在做甚麼 但是那時候 盡量不要想 怎樣去處理 然後一會兒聽完之後 才去跟他一起去找方法處理 第六 就避免不必要的發問 以及不要打斷話柄 不要馬上勸誡 不要為了滿足好奇心而發問 不要問一些不需要的問題 第三 引導他 引導他 問他你的心情怎樣 以及要求驗證 也是用我們的方法 表達出他的意思 你覺得傷心因為甚麼甚麼 即是說出他的意思 第四 就是回應和支持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 怎樣回應呢 第一就是接納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重淡 我感受到你的重淡 這個接納 以及感同身受 就是 好像自己受落 在這樣的情況 我都會傷心 我聽到你的情況 我們都會掛心 我都不開心的 即是感受 第三 身體的接觸 來表達接納和安慰 這個是適當的方式 如果是異性 如果在人很傷痛的時候 你拍一拍他的手 都OK的 即是不要太過分 因為有另一個同性 就同性做 但是異性 在一個情況之下 譬如兩個都是男性 對一個女的 你拍一拍他 都OK的 如果是異性的輔導 就應該在其他人在場 在有些情況 是絕對不可能的時候 就要怎樣呢 打開門 不要兩個人在房間 或者是 弟子間被流淚的人 即使我講到這個情況 因為 如果是普通信徒 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輔導 但是傳導人是很難的 傳導人說 你是異性 我不能輔導你 你將來才來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要 在一個安全 而是開放的情況之下 或者有人在這裏 走過的情況 來輔導他 那他回應什麼呢 譬如回應罪 就說到他犯罪 回應困難 回應感受 應該先是哪一回事 回應先感受 然後回應困難 然後在需要的時候 回應到他的罪 但是都是要回應的 怎樣回應他的軟弱和罪呢 就不要定罪 因為我們重溫 所以比較快 看出他們的軟弱和習慣 雖然他犯這個罪 好像廣東話有句說話 不應該說的 是活該的 是活該的 他明知固犯 但是我們知道他是活該的 我們都要愛他 譬如行入時被捉的婦人 是否活該的 是的 但是耶穌都連率他 即他本身的罪是嚴重的 我們看率他 用愛心接納他 然後幫助他 不要將他的軟弱傳開 請成熟的人幫助跟進 即有時候我這個人做不到的 接納 然後幫他提升 這兩個是請大家要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上次說過的 初層次同理心 和高層次同理心 這兩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初層次同理心是甚麼呢 就是當時發生的事 令他有甚麼感覺 就是說你跟丈夫關係 有些不開心的地方 即是有些困難 令到你很不開心 即是當時發生的事 由高層次同理心 就是回應他深層的感受 深層的問題和影響 亦都求證的 譬如說 你的丈夫跟你有不好的關係 令你覺得婚姻失敗 或者覺得自己很失敗 是不是這樣 或者有一個傳代說 哎 經常傳夫都沒有果效 或者一個組長 那些小組越來越少人 那些組員又走了 就是這樣的時候 初層次同理心 就是感受到他的小組組員走了 他不開心 這個初層次 但他的確有個高層次的感受 深層的感受 就是他覺得自己失敗 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好 但你不要假設一定是 你問他 會不會給你一些失敗感 你問他是否會有些失敗感 失敗感就是深層 表面就是不開心 裡面就是失敗感 好像覺得自己做不做到 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回應人的時候 一方面回應他的感受 也都回應那個事情 就是回應感受先 這個感受都是需要釋放的 譬如他有憂傷 被拒絕 失敗感 這是需要處理的 需要醫治的 然後才去處理到他 譬如他侍奉的問題 大小組的問題 是兩件事 一個是他 這個感受要先處理 他才有能力去處理問題 譬如這樣 我用一個例子 兩夫妻吵架來找你 他們的兩夫妻關係要處理 那我們是否第一處理 不要吵架呢 怎樣改善呢 因為他才處理了 他現在很不開心 他現在很不開心 他現在很痛苦 所以要知道 那個感受和事情 必然是哪一件事 先感受的 高層次和初層次 大家明白這一點嗎 就是每一件事發生 除了有表面的不開心 和煩惱 擔心 他有一個背後 一個可能對自己的失望 對自己的懷疑 那麼這個深層呢 是會 即有些人就很害怕 這樣 哇 找他的東西出來 就會覺得 是好像很 好 很難 好像 好像要面對一些 很 就是 陰森 很深層的痛苦 有時人就會害怕的 但其實這個就是 正正就是有些人 就是沒有人幫他 就是他裡面 他裡面是很深層的失敗 覺得好像沒有出路一樣 我們就需要了解到這件事 了解這件事之後 就去發掘 去了解 讓他講出來 我們看那個人 講不講也有分辨的 譬如有些人 你一問他 Brain Blum 他已經講出來 已經知道他很想得幫助 他已經告訴你 我想你幫我嗎 他已經告訴你了 那這個就很容易了 因為他已經說了出來 但有時有些人 他可能講一個表面的問題 但他裡面有一個深層的可能被拒絕 憂傷 痛苦 失望 我們都要了解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得醫治 他才是整個人得醫治 這就是我們需要學習 在緩訓我們都會 因為緩訓就有多些操練的機會 還有多些回應 討論更多 就是我一起帶著那個討論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早來在這段時間 都會有這個輔導的訓練 好了 這是另一個 初層次跟你心 你的朋友不跟你聊天 令你覺得孤單 這個是表面 深層是甚麼 你朋友不願跟你聊天 你就覺得自己人緣不好 自己不受歡迎 甚至有些人說 我以後都不會有好朋友 我以後都不會有人喜歡跟我結婚 因為他覺得沒有人喜歡他 覺得很難跟別人建立關係 覺得自己跟別人的關係很失敗 好了 第五就是個人分享 即是說 都分享到自己或別人有相關的關係 但就 他的情況 但就不要 插插開到很長很長的故事 相對地也都 有時候我們輔導人的時候 那個獸子有時都會把他的故事 插插開到別的地方 我們有時都要截他 然後請他去回原來的情況 去回一樣一樣的情況 我們要決定了 譬如有時都要容許他講下去 但有時我們就要叫他回本來他想說的問題 第六就是對質就是confrontation 澄清 這就是幫他去面對 這裏就已經過了關心接納了 這裏就是幫他去怎樣去面對 到底那個問題的 那個癥結在哪裏呢 譬如有時 有時我輔導一個丈夫或妻子 那他來到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說 他說 我丈夫或妻子 經常都不理我 經常都罵我 嘩嘩很長氣的 那他的問題經常都看到對方 那有時我們就會去問他了 了解到底那個關係怎樣 那所以這些情況 如果兩個人最好就兩個人在一起 那以後了解的時候 已經發覺 原來兩個人都有些問題存在 都要處理 那這樣就讓他一起面對 就不像 就不像當是 就是好像 只是別人有事 我自己沒事 他一定要 也都要面對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時候不要定罪 好了 由第七呢 就帶領受助者分析那個情況 分析他整個情況 和背後的問題 然後由第八呢 一起探討 一起跟他談 那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呢 那 或者如果他想不到的時候 可以提議了 就如果教導的時候 儘量不要長時間教導 就算你說些少 你就問他 你覺得談完一通呢 你覺得應不應用到呢 這樣問他 第九呢 可以探討處理問題的步驟 譬如說 好了 要處理一些問題 但是那個步驟第一樣 什麼呢 有什麼步驟呢 然後立約 立約呢 不一定要寫一個立約書的 而是說 好了 那我們決定 你可不可以決定 衛生願意這樣處理呢 面對這個問題 那這個看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 通常我輔導一個人 一定有一個部份的 你準備做些什麼呢 你回家之後有些什麼可以處理 那下次回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檢討到底有沒有進步 那這個就是一個口頭的立約 你願意做些什麼 一個口頭的立約 第十一就是計劃評估 可能下一次我們多久之後 可以評估這件事 好了 這裏就是十一點 大家可以記一記 第一就是建立關係 一齊讀吧 建立關係 第二 靈期 引導對方表達 回應和支持 感受和需要 回應的時候 有初層次同意心 高層次同意心 那首先呢 可能一講到初層次先的 有高層次先再探討了 有第五呢 個人分享 第六 對質 澄清 第七 帶領分析情況 第八 探討處理方法 第九 探討處理步驟 第十 立約 第十一 計劃評估 應該我都會打這個出來的 其實這些powerpoint 我都會傳給你 其實以前都傳過了 那這裏呢 將些說話分裏面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用 無論是 聊天或者輔導 都很有用的 受助者會說些甚麼呢 譬如我們聽人說話 我們聽他到底做甚麼呢 就是他在分享中 不過分享一個廣泛的 裡面可能有分享困難 分享感覺 或者還有埋怨 他訴苦 他在埋怨 在埋怨某一個人在訴苦 或者他在形容問題 或者他表達他毀生的行動 譬如他說我願意做些甚麼 你聽到他說些甚麼 就是輔導者 我們可以邀請他分享 複述 即是他講甚麼 我們要複述 複述是重要的 譬如他剛剛說 譬如說剛剛他罵完膠 他現在很不開心 雖然很簡單 明明說完罵完膠 很不開心 那你就複述回 我聽到你說 你說你對 雖然很不開心 他就會再有更多的東西 說出來 這是一個方法 邀請他講更多 還有有時 那個解釋上 他好像說得是這樣 譬如說 我朋友不理睬 他說我想我很不開心 我們再跟他說 你朋友不理睬 所以你不開心 他又會澄清 譬如說 其實呢 我有點生氣 有些人覺得他很壞 他就說了另一件事 即是他一直澄清 將那件事說出來 所以這個複述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反映他的感受 即是將他的感受 用我們的說話說出來 然後感受對方的感覺 即是我們 我們裡面感受到 或者我們說的說話 感受到 如果寫輔導的紀錄 就要用這些字眼 即是寫下我到底做了些甚麼 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些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學這個 羽毛課程的時候 其中一個我們做 就是我們探訪的紀錄 我們寫下是到底說了甚麼 為甚麼呢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發覺有時有些人就會逃避 而不知道 譬如我們互相去看我們的同學 他們去探病 我們去看他的 有一次有個同學 他探一個病人 那個病人就說甚麼 哎呀很痛啊很痛啊 那個遠目怎麼說呢 即是我們都是學生 他說 吃止痛藥就不痛了 我想問你 他這句說話是甚麼 第一 吃止痛藥不關他的事 即是 是護士 醫生給他 是不關他的事 就好像說 那個人做完 這件事就解決了 所以我不用說了 是不是 就是要逃避 也都是 即是說 是 將那個問題 好像忽略一樣 不是問題 你吃了止痛藥就不痛了 這樣 他就沒有 其實可以怎樣進入呢 痛得很辛苦啊 有沒有令你 譬如 問他睡覺睡得怎樣 有沒有怎樣影響他 有沒有不開心啊 有沒有擔心啊 那這個呢 就是 在這個 他說的痛 裡面進入到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就會 即是會逃避那個問題的 好了 支持 支持他的感受 他的感受 我們支持 我知道你會很辛苦的 很不開心的 回應他的感受 回應有好 支持就是說 支持他這個人 支持他這種感受 回應就是 講一些 其實回應有時候都是支持的 回應他 我知我感受到你的不開心啊 我知道你的不開心啊 另一個是接立 以及認同在這個情況 他會不開心的 肯定對方 肯定就是說 你是做得很好 很欣賞你這個努力 你會一直提升的 這個就是肯定對方了 安慰他 譬如他很傷心的時候 安慰他 其實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法的 一定會改善的 是一定有醫治的方法的 這樣 探索就是去找方法了 探索感受就是去 不是 探索都很多種的 就是去了解他裡面是怎樣 探索他的感受就是 了解 問一下問題 了解他的感受是什麼 邀請反思 請他 想回他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思想回這件事情 你覺得 那個問題在哪裡啊 你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總括 就是說發生了什麼事 能夠總括說出來 提問 就是發問題 反問 就是你再 反問回 例如有個人 說一句話的時候 你反問回他 是不是這樣呢 或者他問問題的時候 你又反問回他 為什麼你這樣問呢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探索這個困難 澄清到底是什麼事 就是澄清到底是什麼問題 又是評論 就是評論那件事發生什麼事 展覆 就是解釋整個事情是怎樣 邀請他展覆 邀請他去分析這件事 解釋這件事 邀請思想 邀請他應用 應用他學到的 有時候我們要教導 還有勸告 說出處理的方案 有時候我們都要說出來的 提議主理的方案 就是提議 有時候是邀請 有時候跟他一起討論 有時候是提議 逃避 這個是錯誤 就是有時候我們 有人問問題 我們會逃避 就是指責 控訴標籤 有時候有些人說 不會去到那麼差 但我 告訴大家 我見過很多人告訴我 曾經發生什麼事 接著 就有 有時是 組員 有時是組長 有時其他基督徒 甚至有時是傳道人 都有試過 都有說一些說話 令到他覺得很失望 很失敗 自己很失敗 就有很大的傷害 我完全覺得傳道人 是非常重要的 在天國裏面 但有時因為沒有留意到 說話對人的影響 譬如當時說了一件事 他可能會說 你這樣做就犯罪了 這件事是對的 不過 不會達到那個後果 你不會達到那個悔改的後果 如果你想達到悔改的後果 你可能會問他 你覺得這件事做得對 或者你做了之後 對方有什麼感覺 你講這句說話 對方有什麼感覺 讓他講出來 這樣的時候 就會比你這樣說 你這樣罵人就犯罪了 這樣的時候 他是聽不入耳 或者也會有傷害 所以這個希望大家會慢慢去留意 這句說到就是討告 在輔導的時候 討告的重要性 討告是幫助人開放自己 所以在輔導也可以一起先討告 在討告之中 聖靈幫助人聖策他的罪 帶領他悔改 聖靈也叫人信靠主的卸罪 就能得到釋放 很多時候在一起帶他去討告的時候 神就釋放他 赦免他的罪 在討告的時候 也將他的痛苦帶到神面前 給神去醫治 還有聖靈叫人知道他內心的狀態 很多時候在輔導或者祈禱 神就讓他感受到他的傷害 他就回到那些傷害 去得到醫治 聖靈在討告的時候 也叫人信靠神的恩怯 得到健康的自我營養 這個我覺得釋放醫治很重要 就是說很深信神的愛 我是很寶貴的 然後第七 就是聖靈能夠在人所需要的事上幫助他 就是他 譬如他很低沉 聖靈就會在他低沉的事上幫助他 他很生氣 聖靈就會在他生氣 憤怒那裡幫助他 第八 聖靈接著祷告將愛心、智慧能力 和忍耐自給輔導的那個人 第九 按手祈禱亦都是我常用的 讓他經歷到神的安慰、醫治、釋放 可以幫助他更快的 得到幫助 那這裡我又講一講抗疫力 抗疫力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為甚麼有些人處理問題那麼容易 有些人那麼難呢 我們輔導的過程 我們怎樣幫助這個人有抗疫 抵抗那些反抗的力 抗疫力 即是一個激流 怎樣抵抗這些不好的影響呢 有幾樣東西 幾樣東西幫助人有抗疫力 即是能夠抵抗所有的傷害 能夠處理問題 第一就是歸屬感 就是建基於照顧支持的關係 即是每一個人都有他 關心他的照顧他的家庭成員 或者是交往的群體朋友 或者包括他們的教會小組 在這些交往建立積極的自信的人格 這個是所有健康的人 健康的人一定有這個成分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成分 有些人一生都沒有一個好的朋友 事實上在這個社會裏面有很多人 經常面對冷酷 經常面對很多人的鬥爭 競爭 就是有很多的壓力 很多人在生命裏面 是很難有這些的支持他的成員 甚至基督徒都有時很難 那又怎麽算呢 我們怎麽能夠有這種抗疫力 為何有些人面對困難 都有這麽有力量 因為他有家人支持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勸那些人不要自殺 他知道他有家人 他就會說 你太太其實很疼你 很掛念你 他很傷心 他講出他家人的情況 他就會 他的心就會軟 因為他想起你的家人 但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好朋友 我一世都沒有好朋友 那怎麽算呢 那我就會鼓勵大家 多些去關心人 經常祝福人 你祝福人很多 就在很多人中 就會有些人對你好 好的 在我幫助很多人中 有一部份人 是對我 即是說 其實每個人 我在幫助的時候 他對我好的 即是每個人都不會說 在那裏挖我 在那裏對抗我 但是呢 真的對回我有支持的 是小部份 那其實我不是埋怨的 不是投訴的 其實我都不能夠有時間 有太多的友誼 即是 但是呢 的確有些人 他是真心對我好 我是知道的 那我不是這樣說 叫你們對我 怎麽樣真心好 即是這個不是我的目的 但是我只是說 如果我們出去關心人 總有人對你好的 那些人呢 如果你看到他的真心 這個其實是寶貴的 是禮物來的 如果你在幫助人的過程 但你又沒有期望 他一定以後對你好 那你又很失望 可能他現在對你好 覺得一陣子 他又忘記了你 是人心必然有的 但我們不斷對人好 你總會有好的朋友 亦都看錯我們家庭 我們所有的關係 就會建立到一些好的關係 就是這個效能感 個人的能力 什麽能力呢 社會能力 即是第一講到 第二講到 就是這個個人的能力 社會的能力 就是人際反應 適應不同的文化 明白人的感受 幽默感 和溝通能力 即是這個 和人交往的 這種能力 第二就是 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三 自省和自主性 很多人覺得這些很難 哇 出去做工 那些人這樣 很難相處 怎樣認識新的朋友 怎樣去關心人 很多人不敢 怎樣關心人 怎樣跟人建立關係 覺得很害怕 死定了 他會否拒絕我 這個是要學回來的 就是要學回來 怎樣和人交往 其實我們少了一個 很好的操練的機會 社會的能力 第二就是 問題解決的能力 譬如有些人 一被人炒鱗魚 唉 全都撒了 覺得死了 被人炒鱗魚 以後怎麼辦呢 就已經 好像沒有了希望 問題解決就是 他怎樣能夠 炒鱗魚 那你就再 有信心 再找回第二份工作 有時有些人 哇 他真的沒有了信心 我看到樣子 我在想 其實任何老闆 都不會請他 他一定要 有回自信心 他才會有人請他 因為他 你都很健康的時候 唉呦 我一時見到人 我又很害怕 很難和人相處 我不知道自己去找工作 他又說要去找工作 但其實他一定要 學到這種能力先 處理事情的能力 他才能夠去 去找到工作 自省和自主性 就是能夠自己省策 自己能夠獨立行動 獨立行動也很重要 有些人去買東西 一定要找個朋友 去買才能夠 一個人 覺得很孤單 這就是一種 能夠自己 能夠去做一些事 我要做 像我一樣 我推行聖靈工作 是我一個人先推 事實上 我周圍都很多人反對 但我一直推 結果很多人經歷 但神就給我這種自主的能力 獨立自我的行動 內控在自己控制處理裡面 以及對環境的控制能力 環境 人我們控制不了 但我們可以盡量減少 對我們負面的人的影響 我們不能夠改變他 但我們可以改變 我們不給他影響 也可以減少他影響我的程度 這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第三就是樂觀感 就是一種信念 就是覺得事情是會好轉的 有些人一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第一就反映 譬如有些女性 那個丈夫或男朋友對她不好 她立刻 她就很低層 很灰 就跟男生說 你都不疼我 你都不愛我 她就覺得用這個方法 那個男生就會喜歡她 其實呢 她是用一種負面的方法 嘗試令到她改變 我太太就不是用這個方法 我太太時侯用正面的方法 她怎樣喜歡跟我一起 她看到我做得好 她怎樣 她邀請我 你有沒有空 我們一起去拍拖 一起去行山 就是她會積極行動 她不會說 她從來沒有一句 你都不理我 你都不理我 她不會這樣 她會說出她想什麼 來達到目的 有些人就是悲觀 她說的說話都是悲觀的 悲觀的人呢 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 是令到人覺得 她是一種責任來的 有沒有覺得這種人的存在 是一種責任 跟她相處是一種責任來的 不是享受的 但樂觀的人是享受的 因為她每天都很光明的 樂觀感和目標感有一定的關係 包括你會樂觀怎樣選擇 因為你會計劃未來 你有目標 你會計劃未來 那你沒有計劃 怎會有樂觀呢 有力定立這個目標 有學習成長 很重要 她不學習成長 她怎樣能夠去服侍主呢 有動機 就是說會有一個 我有什麼原因 動機可以是壞的動機 也有好的動機 還有堅持了 她有這種能力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提醒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必定要成長 我們才能夠幫到人成長 而事實上 我發覺很多人是沒有這種能力的 很多人沒有這種能力早睡覺的 她不是有計劃 我今晚怎樣睡覺 我計劃 我這個暑假 我這個周末做了什麼 她不是有計劃 她計劃了之後是不會實現的 因為她就是做不到 她做不到的時候 她一生會怎樣 她只是跟著別人帶著她 我希望我興起 更多人是成為一個祝福別人的人 有目標和方向的 那樂觀感 需要什麼正確的人生信念 有些圖徒跟我說 很猜疑 我人生有什麼意義 我一聽 聖經都說了 神在我們心裏有一個妙計劃 神要大大祝福我們 使用我們祝福人 但是很多人他們不接受神的信念 所以他們就不會覺得 這是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希望有一個人喜歡我 別婚 生一些乖的兒子出來 有份好功 即是他們的人生信念 是完全跟聖經無關的 只是他們想得到的東西 那不是一個正確的人生信念 那就變成了他就會有 他就很難樂觀的 為什麼呢 他發覺他跟人相處有困難 他得不到 如果他得到 他總有些是得不到的 有些人很有錢都不開心的 因為他的人生信念是錯的 以及理解逆境的思想方式 有些人理解逆境是什麼 神愛我 我是不幸運的 我是沒有希望的 這是錯誤的理解方式 然後呢 抗疫力 其實這些都是說到 其實我們輔導人的時候 幫助人建立的 為什麼有健康的抗疫力呢 第一就是健康自我形象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有獨立思想和行動的能力 自己能夠獨立思想 不受人影響 我不一定要跟人的 還有有獨立的行動 有好的支持系統和傾訴對象 有高的自律和責任感 對新的事物開放 願意學生的東西 和願意容易吸收 敢於有理想 能夠有放膽 我可以做到這些事 有多樣的興趣 人家就更加活潑 更加開心 有幽默感 有些人的幽默感 跟抗疫力有什麼關係呢 有時人家笑你 哎呀我也是肯視傻傻傻的 所以被人笑 沒所謂的 就是會一笑自知 第九 了解自己和別人的情緒 了解的時候 就會知道 他在發脾氣不關我的事 第十 認識和懂得發揮自己的財幹 發揮自己就有抗疫力 能夠忍受不快 就是不開心 有些人不開心就發怒 又要打爛東西 又要踢爛一些東西 就是那種不能夠忍受不開心的東西 第十二 對生命有熱誠 就是我們生命是熱誠的 當大家看的時候 哇 大家看的時候 有些人說 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同學 他說你講完話我都沒有 那時候自然是很困難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真的建立 第一就是歸屬感 我們是嘶 但是你歸屬感 不要拔死那個人 你拔死他 他又很快想脫離你 他會覺得很 就是覺得 一跟你做朋友就慘了 我去哪裏 你又要追蹤著我 又問我為何今天沒有找他 那時候 你就和那些朋友 一定走了 歸屬感 必然是自然的 朋友是可遇不可求 當你遇到有的時候 你感謝神 但是你又沒有抓到他緊 你是珍惜他 對他好 而能夠本身學到這種社會的能力 問題解決的能力 自省和自主性 而且有樂觀感 就是你 你獨立的